高雄小港这边发生了一起离奇车祸 有一辆连结车可能因为前方车子突然煞车 结果这辆车就撞上了路边的消防酸 还差一点点撞进了民宅 造成现场水花事件一片混乱 车祸的现场凌乱不堪 货柜车的车头几乎是180度打滑撞上民宅的梁柱 消防酸也因为断裂不断地喷出水花 场面十分混乱 因为已经红灯了 然后前车有一台急刹车 然后他撞到前车之后 车头打滑就直接折过来了 屋主听到强烈撞几声赶紧跑出来查看 肇事的货柜车就这样打痕撞进民宅骑楼 机车电线杆东倒西歪 车头紧贴着梁柱 还好没有冲进住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刹车是没有问题 它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很重 你一刹是你前面 被撞的身色轿车凹陷变形 警方研派可能是天宇陆华 加上货柜车超重 才会追撞前车 失控撞上民宅 责任归属警方还要领清 竞选择